端午節是重要的傳統節日 為了帶領小朋友認識相關的習俗文化 花蓮市立幼兒園 特別以戲劇演出 讓孩子們了解節日由來 市長魏家燕也到場和各班級的小朋友們 透過不同方式來迎接端午節 看誰先把雞蛋立了起來 端午節就快到了 花蓮市立幼兒園 為了帶領小朋友們 認識相關的傳統習俗及文化 特別安排一系列活動 以戲劇演出趣味競賽 及DIY的方式 帶領小朋友們來認識端午節 主要的是要讓孩子們知道 我們的三大節眷之一的端午節的一個遊覽 那在這邊其實我們要特別謝謝老師 在每一個節日筹劃那麼棒的一個活動 我想我們親子一起來投入這場活動 能夠學習跟了解的更快 也希望未來我們所有的活動 我們所有的家長都能夠一同來參與 給孩子們長大 市立幼兒園 每年都會針對班別規劃出不同的主題課程 也會因應民俗節慶安排應景活動 讓學童了解各種節日的由來 同時將傳統文化向下傳承 而市長薇嘉燕也表示 公所將持續提供安全無餘的學習環境 讓孩子們的童年都能夠安心成長 快樂茁壯 記者 許麗芹 華靈市報導